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剧即将开机,机场路透造型被置以土。 这几年大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娱乐圈中女艺人的人气要相较男艺人低一些, 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她们的事业心和禁组的速度, 处于各个年龄阶段的女艺人事业心都非常强, 而且同期的竞争力也很大。 杨子可以说是90后女艺人中热度和实力都很高的, 这几年她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部热门剧和大家见面, 而且作品的质量和口碑都非常好。 作为童星出道,杨子最开始的几年是有一些标签的, 但是现在她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一些出圈的角色, 成功地撕掉了过去的标签。 之前一直有网传消息称杨子将和范澄澄一起合作新剧, 目前也有消息称这部剧即将开机, 而且杨子的最新行程也是将去拍摄这部剧。 近日,杨子的机场路透照曝光, 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粉丝朋友, 大家都非常热情, 但是因为是特殊时期, 工作人员一直呼吁大家不要聚集。 看到杨子有着一份事业心, 粉丝们都非常开心, 其实演员们大部分的粉丝都是事业粉, 如果长时间不进组, 也会引发粉丝的一些负面情绪。 这一次机场的路透中, 杨子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的造型打扮却引发了很多争议, 他穿了一件连帽的格子大衣, 颜色也比较深, 看起来略显老气, 除此之外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 穿了一条很简约的黑色裤子加一双马钉靴。 看得出杨子私下也是比较轻松随意的, 并没有刻意为了搏眼球设计造型, 其实一直以来, 杨子的造型和颜值都备受争议。 娱乐圈中美女如云, 高颜值的女艺人也有很多, 如果仅仅是靠外形和时尚表现力, 杨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多年以来, 他能够稳定自己的热度和流量, 也是因为他的角色和作品。 这几年杨子把更多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作品上, 没有参加过太多综艺节目, 前不久, 杨子刚完成了一部热门古装剧的拍摄, 大家对于杨子主演的这部古装剧期待值也很高, 曾多次登上带播剧热度榜单的第一名。 这一次杨子也是今年第二次进组拍戏了, 他合作的男艺人分别是范诚诚和金世佳, 范诚诚最开始作为偶像出道, 但是这两年在演艺区R的表现也非常好。 相比较同期出道的其他几位偶像, 范诚诚的资源是要更好一些, 因为他在这个圈子里还是有一定人脉的。 但一直以来他没有遇到一个完全与自己契合的角色, 所以他这样的很多作品热度都很一般。 金世佳是一位比较特别的演员, 在这个流量未亡的时代里, 他却并不是很看重这些, 他不会刻意去营销或者炒作自己, 在作品播出的时候也完全靠角色本身去圈粉, 不会刻意去宣传。 这几年金世佳主演的作品虽然少, 但每一部都算得上是精品, 至少他在剧中的角色是受到大家认可的, 出圈率还是比较高的。 杨子一向都很忘男艺人, 不知道这一次他和范诚诚合作, 能否打造出一部爆款剧。 肖战近期成绩汇总, 各项成绩均令人骄傲, 他依然是那个优秀的肖战。 从年初到年尾, 肖战身上的争议好像从未停止过, 粉丝们的死忠和黑粉们的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在他身上发声着, 但是, 无论外界如何定义他, 如何争论他, 他一直都在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他在偷偷地进步, 他也在持续地优秀。 肖战隐退于江湖, 不参与江湖的纷争, 但是, 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却从未下降, 他近期所获得的各项成绩就是他实力的体现, 每项成绩都让人觉得骄傲, 也让人更加期许, 相信他在未来会越来越优秀, 会有更加时尚的成绩。 下面先来总结下演员, 歌手肖战近期的时尚成绩吧! 获得电视剧V榜4连贯, 12月4日至7日, 连续4天, 均居榜首。 11月艺人影响力榜第一。 凭借最近热度很高的《狼殿下》登顶11月艺人网络影响力榜。 电视剧景气指数11月榜首。 演员热度贡献榜第一, 《狼殿下》话题新增阅读量的播放量冠军, 电视剧大赏破2800万。 《狼殿下》话题新增阅读量的播放量冠军, 电视剧大赏华语男演员榜三连贯, 《狼殿下》单平台播放量6.9亿。 陈情令再次入围全球50大电视剧, 肖战也入围年度全球男演员TOP22。 肖战因饰演为无限一脚而大火, 虽不能算是一夜爆红, 他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让大家喜欢他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 《参演陈情》另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这部剧在他心中的地位肯定也是十分特别的。 19年夏天他因这部剧大火, 这部剧也因他优秀的权势而获得了很多的优秀奖项, 如今这部剧再次全球50大电视剧, 我想这也会让肖战十分的自豪, 这不仅仅是对这部剧的肯定, 也是对于饰演这部剧的演员们的认可。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播放量破千万。 相信这两天肖战的粉丝应该都还沉浸在他空降演员请就位, 并且现唱的机动中还没反应过来吧, 他在舞台上演唱的那首用尽我的一切, 奔向你更是备单, 曲循环了很多遍, 仅仅两天, 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 舞台上他充满激情和活力, 演唱为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更加的动听。 肖战一直都是十分低调谦逊的人, 也一直在专注自己的演艺事业, 但是他的光芒不会因为他的低调而被掩埋, 不会因为黑粉的抹黑而被玷污, 他的各项优异的成绩足以证明这点。 肖战近期成绩汇总, 各项成绩均令人骄傲, 他依然是那个优秀的肖战。 从年初到年尾, 肖战身上的争议好像从未停止过, 粉丝们的死忠和黑粉们的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在他身上发声着, 但是, 无论外界如何定义他, 如何争论他, 他一直都在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他在偷偷地进步, 他也在持续地优秀。 肖战隐退于江湖, 不参与江湖的纷争, 但是, 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却从未下降, 他近期所获得的各项成绩就是他实力的体现, 每项成绩都让人觉得骄傲, 也让人更加期许, 相信他在未来会越来越优秀, 会有更加时尚的成绩。 下面先来总结下演员, 歌手肖战近期的时尚成绩吧。 获得电视剧V榜四连贯, 12月4号至7号, 连续四天, 军居榜首。 11月艺人影响力榜第一。 凭借最近热度很高的狼殿下, 登顶11月艺人网络影响力榜。 电视剧景气指数11月榜首。 演员热度贡献榜第一, 狼殿下话题新增阅读量的播放量冠军, 电视剧大赏破2800万。 狼殿下话题新增阅读量的播放量冠军, 电视剧大赏华语男演员榜三连贯, 狼殿下单平台播放量6.9亿。 陈情令再次入围全球50大电视剧, 肖战也入围年度全球男演员TOP22。 肖战因饰演味无限一角而大火, 虽不能算是一夜爆红, 他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让大家喜欢他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 参演陈情令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这部剧在他心中的地位肯定也是十分特别的。 19年夏天他因这部剧大火, 这部剧也因他优秀的权势而获得了很多的优秀奖项, 如今这部剧再次全球50大电视剧, 我想这也会让肖战十分的自豪, 这部仅仅是对这部剧的肯定, 也是对于饰演这部剧的演员们的认可。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播放量破千万。 相信这两天肖战的粉丝应该都还沉浸在他空降演员请就位, 并且现唱的机动中还没反应过来吧, 他在舞台上演唱的那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更是被单, 曲循环了很多遍, 仅仅两天, 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 舞台上他充满激情和活力, 演唱为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更加的动听。 肖战一直都是十分低调谦逊的人, 也一直在专注自己的演艺事业, 但是他的光芒不会因为他的低调而被掩埋, 不会因为黑粉的抹黑而被玷污, 他的各项优异的成绩足以证明这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